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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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迪会母会之后一直在跑男团 网友们还没猜出个所以然 胖迪就发了微博 表示自己录完这集跑男就离开了 很感谢这段经历 有人叹息有人欢呼 但是回看目前的跑男节目 胖迪都是画牢少女的人设 还经常和陆寒组CP 因此也招来不少黑 而且节目中的胖迪不停地吃吃吃 虽然知道热发是吃货 但是有网友表示 太强调的话 会把人设给慢慢吃崩的 前段时间又用于小李子的事 让胖迪的追星迷妹人设 也慢慢崩塌了 最近网上也有消息爆出 胖迪离开跑男之后 会加盟极限挑战 眼看着极限挑战 清一季在今年夏天也会上线 如果是真的的话 这个男人帮嫁一个女神 这个阵容和跑男团齐齐相似 不知道这两节目碰一起 会怎么互争上架了 其实在早前热发还没加盟跑男的时候 网上就有消息说 作为当红小花的热发 收到了这两家节目的邀请 目前看来热发是已经加入了跑男 但是离开之后 会不会继续综艺之路加盟几条 目前官方还没有正式出消息 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在跑男还没播出的时候 作为极限男人帮的阎王 雷雷就关注了热发 还专门发了条微博 夸热发颜值高演技好 这让不少粉丝联系到 热发是否真的会加入极限挑战 有网友表示 胖迪加入极限挑战的话 极限男人帮虽然平时互对 但是有了个女MC 还不得把人给捅到天上啊 只是陆地夫妇就这么被拆散了 挺可惜的 于是有网友就开始脑内 热发和张艺兴的随僻了 不过暴战君似乎看到 小明安的粉丝准备拿紧 40米的大刀赶来了 也有网友表示 极限挑战之所以和别的节目不一样 就是因为男人帮 加入一个女MC也是怪怪的 反正现在还没确实消息 咱们就先别 假扫心了 至于热发加不加入极限挑战 目前还是美谱的事 但是在跑男是确确实实的 最近一期baby的回归 可谓是吸引了不少观众围观 自打热发加盟跑男以来 一堆故事 所以今期节目的第一次照面 可谓是史诗级的对手戏 baby回归这一期 是节目组专门策划来欢迎baby的 一上来就让两个女MC 带两队进行PK 节目组还真会搞事情 但是其实这一切都是策划好的 前几局都故意让baby队输掉比赛 最后资名牌在反转案 节目组也算是 费心而又巧妙地避开了 两人可能会尴尬的第一次对手 节目中没有针对上手 但是实际上数据说明了一切 跑男已经成为 国内现象期的真人秀了 收视率一直是当节节目的首位 但是从baby暂时离开 热巴加入的全新跑男播出后 虽然还固守第一的位置 但是收视数据 却远比不上前几季 尤其是第二季的时候 收视率还有后五的时候 但是新跑男却一直在 1%到2%之间徘徊 而baby回来的第一期就又破三了 回归到以往的平均水平 这让不少网友评价 热巴人气没有baby的高 带来的收视还没有那么高 当然了 baby作为元老级成员 而且出道这么多年 本身自带不少流量 而热巴虽然人气不出其他小花 但是毕竟还算是新人 还有网友说 除了baby的人气外 还有就是很多观众 等两位女神的护司 等很久了 baby回归 观众们自然都来为关了 说到跑男 最近跑男谈的里程 可是因为应小天的事 被推到了风口浪肩上 最近应小天被骗婚的事 成为网友们热切关注和讨论焦点 女方被报不但学历家境造假 还谎话连篇 甚至带走两人的儿子 拒绝让应小天相见 虽然如今离婚 但据说应小天 也是损失惨重 高达千万 现在更是无法和儿子见面 不少网友表示同情 也因为这件事 当年应小天 被里程杜纯插刀的成年旧事 顺便也给巴拉了出来 里程杜纯也就顺带上了热搜 当年应小天被污蔑 打同剧女演员边潇潇 更有边潇潇同学 贾乃亮发微博证实 随后 里程杜纯杨子文章 买一粒 薛佳宁等娱乐圈明信 纷纷转发 要求应小天道歉 但是事后 应小天发声明否认 并且对所谓的证据 进行澄清 实力证明 应小天的确是被冤枉的 于是之前一众 谴责应小天的明星微博 就被网友们攻陷 其他人就先不说了 而杜纯李成和应小天 还是兄弟 别人或许不了解应小天 但是杜纯李成 怎么可能不了解 应小天为人呢 于是两人被网友大骂 插刀兄弟 之后 大多数明星 都把当时的微博删掉了 但是李成却有出来 发了长文 表示被骂的委屈 这回因为应小天 被骗婚的时候 叉刀门再被拿出来说到 李成又成为了舆论中心 而意向都对男友 赞不绝合的范冰冰 近日在微博上转发了一个 关于造谣要不要澄清的 视频节目 范冰冰直言 这是我这么多年来 一直在想的问题 这时候发这条微博 也被网友视为 是在力挺李成 好了 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里啊 巴扎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